大家好 现在呢 是开年后了 大家都上班了 办公室就多了很多新的设备 文初呢 新买了一台 并配的MacBook Pro 还套了套子 那我叔叔也买了你看 叔叔 叔叔也买了一台新的 同样的配置的MacBook Pro 翠芬呢 有什么东西买了呢 是个竹影的MX 然后呢 这是Alpha Chaser 那现在呢 我手上其实也拿了一个新的设备 索尼的Alpha 6400 下面加了一个手笔 这加了一个支架 因为麦克风翻转屏的话 它会挡住 现在就架在旁边 我也买了一个新的设备 特意就买了Moment的三个镜头 手机镜头 这个东西是可以随身便携的 1.33 58 18 800 800 1300 好东西啊 等着升值 那是我投资 告诉大家 以后靠手机拍电影 都找我租吧 今天呢 干一件什么事呢 这是一个鱼缸 放在这已经变臭了好多的藻类 新的一年 我想把这个东西给它盖 成一个草缸 养一堆阴性草 很好看的哟 现在呢 那我就要去把鱼缸洗干净 这个也太脏了吧 哇 做一个草缸的话呢 有一个好处 那有植物光合作用 消化系统 比较完整的一个合适的生物环境 它有一个完美的循环 可以给鱼提供养分 就比较好玩 看起来也比较好看 鱼缸 鱼缸 可以去逛一逛出去看一看 买一些水草什么 也可以请人家帮我指导一下 那我们出发 好现在呢 我们就要去花鸟市场 好伤手 现在呢 我们 你总去走这儿嘛 我们要去 现在呢 还没人家 重新来好 现在呢 我们就要去花鸟市场 现在是我和这个生意 我并不想和他去 说去了很好玩 去了时候 就让我拿一个缸子 点也不想去 那有猫 有狗 我没有兴趣 还有仓鼠 我一点兴趣没有 有什么好玩的 我都不知道 嗯 装完了可能就挺好看的 然后呢 现在我们用的相机呢 就是 六四里零拍的 可能有点陡 好饿吧 然后去把缸子给磕坏 就是烂的东西磕的 怎么办这个 好香哦 哇 这个 好多花呀 灯筒花 还买个这个嘛 那种鱼吗 那种鱼吗 陪我们养这种东西 我没有兴趣 我去这个台阶这么短 都是我的帐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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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后期是你吗 你是在这工作吗 不是不是 我跟我朋友过来吃 过来买点鱼缸啊 你是来养鱼的 你养什么鱼啊 我就想想那种 就是我看网友卖那种 什么小鲜鱼啊 小鲨鱼什么之类的 小鲨鱼这有吗 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 网上有卖的 哎呀哈啰 哈啰 我们来装个炒干 可是我刚刚 他刚刚他把这个 哎呀 这个奔心了 差点点就伤到脚了 最后还有两毫米都穿了 还塞得刚刚好 嗯 我拿个煮一下 先给大家 好现在呢我们在店里面老板给我们拿了一些需要的一些设备一些水槽还有一些木头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一个挂壁式的那个瀑布式的一个 过滤器这儿呢是一个小的LED的灯这是一个木头当做一个造景的一个主体这儿还有一些石头小的石头呢老板也告诉我们选择的时候呢尽量选一些纹路的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这儿有一些这个是水龙我们为什么选这样的一些呢因为放在办公室里面尽量好养活一点的光照条件的话要求也没有那么高 现在就照景看一下 看到没有 我觉得是非常的专业 经过去半个小时了 我才把木头给放好 他把木头放好之后我又拿得出去了 假装看一下 好看吗 我觉得还OK 还OK 好看啊 好看啊 是整个面 哦 怎么看出正反的啊 好看啊 哦 这边好看下去 就是整个这边 然后把这个石头的水 一定是刷到这边旁边 哦好看 确实更好看了一点 诶 真的 好看一点 正面 刚刚编导的阿妹有做的好看 还是老板做的那么好看 下一个呢 我就要把水龙 黏在这些地方 这是一个西叶铁 老板让我把它缠在一个石头上面 放在后面 当做后铁 现在呢 我已经把这个东西带回来了 我们现在去给它注水 注水呢 我们就用上一次 我们买的那个抽水泵 沿着这个口袋 再缓慢地给它出水 等下 哦 别忙 再把电线取出来 水的话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我在给挂壁的绿水 给它做水 好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通电以后 它的绿水已经开始工作了 它现在就可以不断地给水产生循环过滤了 下一步我们把灯接上看一下效果 好 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灯给装上 过滤器也装上了 加温棒呢 也设定在26度 让它稳定的工作了 今天的任务 我们就完成了 正面看 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接下来的几天呢 然后我会让这个水 放置几天 让它水质稳定下来以后 我会再去花鸟市场 再去买一点鱼进去 好 今天就这样 好 现在呢 已经过去了几天了 接近一个星期了 那我已经去把 第一批鱼给买回来了 我不知道这第一批鱼 会不会称作为 闯钢鱼啊 但我买的品种呢 都是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饲养 一批九只鱼 赶紧给人家 放在缸里面过水 过了半个小时了 水过得也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 捞鱼 要带这个鱼 现在就开始捞 好不好 好 再喝水 再喝水 喝喝喝喝水 这是什么颜色啊 这条鱼 红色的 你想给它取个名字吗 红红 这也是红红的弟弟 红红弟 红红弟 是红红双白胎 你看那条 它在吃东西了 然后在吃玻璃 它在吃玻璃上的 枣脏东西 怎么这里一直要弄水呢 那个水 你知道 水有些时候 它表面上 它会有一些 脏东西 对不对 那个脏东西 你看它 它会把东西吸进去 吸进去后 它会把东西吸进去 然后河子里面 有一些粒心 它会把东西挡住 它把水给它 推一出来 然后那些脏东西在里面 可是需要 鱼心去清洁一点 你看它在干嘛 这一只鱼 在吃东西 它吃东西还在窝 爸爸 现在呢 我们买的一条 一条工具鱼的女后妻 她已经开始工作了 她已经在吃 我们刚毕上的 那些的藻类 这些鱼都没吃 就她吃 对 她很喜欢吃这些东西 女后妻最喜欢吃 女后妻最喜欢吃 女后妻是不是吃这个东西 女后妻 长胖了 又要生娃娃了 女后妻还要生娃娃呀 她吃这么多东西呀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 咬到其他地方去 再把女后妻这条鱼 放到这一缸里面 你说这里面哪条鱼最胖啊 女后妻呢 因为她吃得多 给女后妻到张相 女后妻在哪呢 你看这边 这么小条还是女后妻吗 你骗人 女后妻躲着的 她在吃东西 女后妻躲着 都也躲到地方去找 现在呢已经是星期一了 过了两天了 那我们胖胖的女后妻呢 和另外的八条鱼 已经健健康康的 活在这个草缸里面了 那之前废旧的 那个绿绿的那个鱼缸 那现在已经成功的 改造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草缸 后续的维护呢 还会需要精心的打理 总共的花费是在 360块钱左右 如果当做一个兴趣爱好的话呢 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可能还没有我这个 刚刚烫失败了的 我的头发 花了488区 那你头发长啥样啊 我不想给大家看 快点 你说都说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刚烫完她的头发 但没有上发焦啊 也谢谢我们的那一位 草缸的老板呢 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评论区里面 或者弹幕里面 一定有很多喜欢玩草缸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呢 给我们提出不同的意见 或者告诉我们一些 改进的建议 后续应该怎么去给她打理 那本期的视频就这样 那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